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林佩祥除了感谢支持者外 也特别感谢市长谢国梁的大力支持 他强调到国会后会为所有金融人发声争取权益 1月13号金融市立委选举开票结果 国民党立委候选人林佩祥以91986票赢得胜选 林佩祥除了感谢支持者之外 特别感谢金融市长谢国梁的大力支持 才会有这么理想的结果 也强调将到国会为所有金融人发声争取权益 下个礼拜一开始就会提前上工 首先在这边要最感谢的是 我们基融所有愿意相信佩祥愿意相信说我们基融的未来是可以变更好的 是可以变得更棒的 我们基融人期待的是一场正面正向正常的选举 我们期待的是未来基融要从中央获得更多的资源 更多的权限来改变我们的城市 同时之间也是期待佩祥来进入国会 帮我们争取我们应得的权益 我们应得的福利 那第二个 我想我后面的这些支持者 一路走来没有我们后面的这些支持者 佩祥没有机会在这边跟大家说出这些感言 当然也要谢谢我的家人 我的老爸老妈跟老婆 在这段时间背负了很多很多的压力 最后要在这边特别感谢的就是谢国良谢市长 没有国良市长的大力帮忙 真的没有他的大力帮忙 我们这次的选举不会有这么理想的结果 所以佩祥会把我们全基融的心声 全基融人的支持放在心里面 跟我们后面一起打拼的团队 到国会把我们所有的基融人发声 把我们所有人 基融人争取更好的权益 更大的权益 让我们未来 把我们的家 把我们的基融市 变得更好 变得更棒 谢谢 不过最后第一件事情是马上 要跟中央各单位开始做出协调 因为我知道现在有些 中央各单位 尤其像港务公司 尤其像港友财产局 有些我们黎民 有些我们基融市民的权益 他们是有时效性 有时间性的 可能马上就要被改变 那佩祥会进 所以礼拜一开始 我就会安排 跟各单位进行拜访 进行会堪 然后把我们 目前我们基融市市民 对中央 或许对基融市市民 有所不变的地方 先把先一步去了解 然后先一步去沟通 再来我会积极跟市府 来展开联系 我们来合作 看基融市府 需要怎么样中央的协助 需要怎么样中央的帮忙 而这些事情 佩显认为都不能等 不能等到说 2月1号上任之后 再慢慢一步一步来 下礼拜 下礼拜一就开始 高兴 只有了不起 两个晚上一天 礼拜一 继续拼命 继续打拼 继续帮我们自己 基融的争取权益 不能停 绝对不能停 时间很短 而且基融要处理的事情 基融要拿到的东西 基融要该争取权益很多 那我们没有时间去等待 那我的团队也知道我是个性 我们没有时间去等待 我们要积极的去争取这些 我们应该有的东西 这是佩显未来会做的事情 干嘛关心国民党和民进党 在立委的习次 我认为到目前为止 那下面各地区还在开票 那未来我认为不管党派 那对于民生议题 对于我们基融的民生议题 我认为各党派 他们各有需求各有 我都会寻求大家的支持 当然是本党优先 那我们要想办法 在立法院就提出 我们对基融市 有利的发展 有益的发展 然后一步一步的去突破 一步一步的去进行 1月13号开票后 国民党总统选举结果不理想 市长谢国良表示 立委选举结果也是三党不过半 那么未来在国会 他认为还是需要继续争取 跟民众党的合作 1月13号 总统立委选举开票后 基隆市长谢国良 和国民党立委候选人林佩祥 大约晚上6点就赶到 国民党基隆市党部 和市党部主委吴国胜 一起关心开票情况 晚上7点半左右 总统选举持续开票后 国民党总统选举趋势 结果不理想 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 如果立委选举结果 也是三党不过半 那么未来在国会 他认为还是需要继续争取 跟民众党的合作 我看到侯友宜 看似获选的机会 已经慢慢变低了 那我们觉得非常的难过 而且非常的失望 那不过我觉得 我们大家都努力了 那虽然总统没能胜选 不过我认为未来在国会 一定也还是要能够 形成一股有力的力量 来制衡未来的执政党 所以我希望 我们国民党还是要继续加油 那我觉得这一次 在选举的过程中 其实民众党 其实他选的也不差 坦白讲 所以我觉得未来 不论是在国会也好 台湾政坛也好 也是不能够忽略掉 民众党的席次 在国会可以带来的影响力 那我真心是希望 在国会未来 这个国民党 未来也还是可以跟民众党合作 大家都了解 我们一直都是希望 两党能够合作的 从当初到现在也是没改变过 那国会未来 假如能够合作 席次也足够 可以制衡这个政府的话 所有的政府都是需要 有一些制衡 我希望民众党的朋友 也能够了解到这一点 假如民进党 看来未来执政的机会 是会继续执政的机会 是蛮大的 然而假如没有办法 给他任何的制衡 包括尤其是在国会 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制衡的话 那未来的台湾 我觉得会有更多的不确定性 所以我忠心的第一个 希望我们国民党的 国会的席次 能够获得一个 不错的成绩 第二假如真的是一个 大家都不过半的情形的话 那我觉得未来 还是要继续争取 跟民众党的合作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民进党 基隆竞选总部主委 蔡适应与总干事 议长童子伟 陪同立委候选人 郑文婷宣布败选 郑文婷恭喜林佩祥 希望她上任后 能够接续蔡适应委员的做法 为基隆市争取更多 中央的资源意诸 在竞选总部主任委员 立委蔡思逸 竞选总干事 旧市议会议长 同志委 及后援会总会长 张芳丽等人陪同下 民进党立委候选人 郑文婷已深深了一举功 向支持者表达歉意 开票结果出炉 虽然领委寿命 拿到接近七万票 郑文婷坦诚 自己还是努力不够 她除了感谢内政部长林佑昌 立法院蔡思逸 依早同志委 党籍议员 与竞选团队 还有志工伙伴的努力协助 也承诺将继续以议员的身份 为基隆市民服务打拼 并期许当选立委的林佩祥 能在立法院为基隆争取更多 这次的败选 是文婷努力不够 表示 我没有办法得到 广大基隆市民的 认同 没有办法让市民朋友 信赖我 交托这一个任务 我想这个是我个人 努力不够 所有的败选责任 都有我一肩扛起 我要感谢 所有在这一路上 支持我们的朋友们 我也要祝福今天的当选人 林佩祥先生 表示你获得大多数基隆市民朋友的认同 但我还是希望你要记住基隆市民的音音期盼 基隆的建设还需要仰赖您的争取 基隆的未来 基隆的未来还需要仰赖您继续努力 感谢所有的朋友这一路上的陪伴 让我们共同经历这美好的一战 这个过程里面 有欢笑 有汗水 有艳阳高照时 有花风下雨时 但我们都一起共同经历 未来文庭还是会持续守护基隆 守护台湾 立法人蔡世英与议长同志委也鞠躬 感谢市民用选票表达对民进党总统 及立委候选人的支持 虽然总统顺利当选 但是立委选举结果也显示 民进党在基隆基层经营 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我相信在未来的赖总统的领导之下 台湾的未来会继续发光发热 而赖总统因为跟基隆有深厚的感情 我也相信未来在许多的方向 会继续来支持基隆的各方面的发展 那在这边我们还是要非常的感谢 在座的好朋友在总统跟立委的选举投票过程当中 给我们的很多支持跟努力 虽然我们在基隆没有办法达到我们原先设想的目标 但是我相信大家都尽力了 总统大选基本上大家关心的是台湾的未来 还有基隆真正的发展 我们基隆未来的出入包含经济 还有我们的这个转型 市港再生计划等等 那立委的选举地方选举大概在基层的经营上面 代表我们全体党公职都有共同的责任 还要再继续耕耘继续扎耕 如果未来我们要在地方选举上取得胜利的话 我想我们在各个邻里各个区域 都还有在努力的空间 大概多天前了 我们地方选举大概要多天前了 陪同这问题一起车队扫接卸票 同志委透露 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已经致电 希望他转达对基隆市民支持的感谢 也承诺将持续关注基隆发展 让基隆突破改变 同志委也表示未来会透过议长四级全体党籍议员 持续向中央沟通争取支持 他非常感谢基隆市民对他的支持跟照顾 他也非常非常的关心 他特别强调 他非常非常关心基隆未来的发展 基隆是他故乡 他是故乡的一份子 他强调他会持续的关注基隆 而且会让基隆有重大的突破跟改变 他要市民没有放心 也谢谢大家 虽然我们在国会唯一的一席代表 现在可能就是可能会面临我们民进党这边没有一个成员 但是要特别强调 我们未来就透过议长四 透过我们全体议员 来跟中央争取一些沟通跟支持 记者张青灘基隆报道 而总统与立委选举投票结束 内政部长林又昌率领立委蔡世英 议长佟子委及立委候选人郑文廷等竞选团队 到基隆庆安宫参拜 感谢妈祖庇佑 林又昌表示这场选举是民主的胜利 选举结果也获得国际社会的肯定 至于国会三党不过半 是否会引发朝野乱斗呢 林又昌分享自己的经验与看法 选后率领竞选团队重回基隆千安宫 向基隆骂上香 内政部长林又昌感谢妈祖的庇佑 让2024这场世界瞩目的台湾大选顺利完成 选举结果也证明了台湾民主的胜利 当然民主社会里面选战的结果 有输有赢 不过我想这都是人民民主精神的一个选择跟表现 那大家在选后呢 就是团结在一起 然后一起向前走 我想台湾社会在这一次的选举里面 展现了一个非常成熟 而且稳健的一个民主社会的一个价值跟体制 我想这一点是值得所有台湾人民 对自己的一个认同跟肯定 事实上这一次的选举也得到国际的一个注目 那选举的结果还有选举的过程 我相信都展现台湾成为一个成熟民主国家 这样的一个表现也得到国际的一个赞赏 至于国会出现三党不过半 是否会担心朝野乱斗的情况发生 牛昌以自己过去在基隆执政时 议会也是嘲笑野大的经验强调 行政部门需要做更多的沟通与说明 以争取不同政党立法委员的支持 只要人在政策上获得多数人民的认同 所谓国会大乱斗不一定会发生 立法委员代表的是这个民意的这一方 那所以行政部门应该做更多的一个说明跟沟通 争取这个不同政党还有国会的一个支持 那我相信只要这个道路是正确的 那这个行政部门我们在政策的一个立场上 是得到多数人民的一个支持跟赞成的话 我相信国会未来也不一定说会出现 所谓的大乱斗的这种状况 我还是相信民主的一个精神 那社会会制衡 所以如果在国会里面的一个表现 不符合人民的一个期待的话 我相信社会跟舆论也会有不同的一个意见 那对于这一点其实我基本上是比较正面的一个看待 对于从市长到立委选举 民进党在金融市接连败选 牛昌强调 选举的胜负是民主常态 也是民主的价值和精神 这次金融市立委提名一波三折 竞选团队在这么短的时间 有这样的成绩已经很不容易 期许大家继续努力 争取更多市民的认同与支持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有120年历史的金融灯塔 这个月正式开放给民众参观 可以饱览整个金融港的风景 这一次还结合了AR互动体验 扫描实景就会出现附近景点的介绍 白色原著的金融灯塔 搭配一窗一门造型 站在景观平台 欣赏海天一色美景 金融港整个都尽收眼底 还可以去那边求紫山 灯塔就是 眼前的海景美不胜收 仿佛让人以为来到希腊国度 但其实这里不是国外 而是金融灯塔 终于在10号开放参观 113年1月10号开始正式对外开放 之前有一阵子都处于整修之中 之前开放只有到外面的景观平台 现在园区内也正式对外开放 全白色的金融灯塔才开放 每天吸引游客前来参观 欣赏海景 虽然主灯塔的室内空间狭小 不开放民众参观 但一旁灯山步道走一遭 白名望炮台 灯塔文物馆 球子山灯塔等景点一次收 我们下令的时间的话 是4月1号开始到10月31号 从早上9点到下午6点 目前为止是冬令时间 所以从11月1号早上9点 然后到3月31号是下午5点 早上9点到下午5点的时间 这风景很漂亮啊 然后又可以看到那个什么基隆雨 基隆雨很开阔啊 之前这边都关闭不能进去啊 然后拍灯塔的话 你在外面拍了 直接拍一半 现在可以拍全部的啊 基隆灯塔正式开放参观 成了全台第22座开放参观的灯塔 登上基隆塔除了可以保览 基隆港往来船只的景色 民众不妨走一遭 欣赏这超过120年的历史建筑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主要飞来 谢谢 我家的一边来下礼拜可 我可以帮我们家打扫一下 一下下就好 真不好吧 请看哦 雇主聘用外籍移工 需向政府申请核准 非法留用他人的外籍移工 将处于15至75万发还 我什么都没说哦 并顾外籍配偶工作前 应核对外籍配偶外侨居留证 及一清户籍资料证本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卫福部去年5月时候修法 要求各警察局分局派出所 应该都要设置AED 但当时金融市警察局的预算已经编完 无法马上采购 义勇警察大队大队长郑锦舟就自掏腰包捐助上缺的四台 让市警局达成了设置目标 公开表扬我们义警大队郑大队长的善行议局 自掏腰包 义警大队长郑锦舟捐赠四台AED 补足卫福部修法 要求金融市警方供需的二十五台 我们今天监政这个AED 因为我们警察局和疫警都是一家的 而且我们见到税末寒冬开始要东防了 我们所谓疫警同仁也要在派出所东防 所以我们是备而不用 也非常谢谢我们张局长给我们机会 来为我们所有的派出所最后这一块切四个这种资格的补足 真的很感恩 警察局长带领警局长官直接在大门口公开表扬 最后一块拼图 是我们锦舟兄带领的疫警大队给我们完成 热烈掌声鼓励 AED是救人救命的利器 警察局长分享一个在云林警界的真实故事 当天下午这个年轻的巡官就在四楼楼上跟这个教官一起跑 跑步跑到一半突然摔倒 这个教官不放不忙用AED把他救起来 结果这一个教官的爸爸也是我的好朋友也是警戒 你看如果当天没有善心人士捐AED 没有这个教官去学这个AED 那今天那一个年轻的生命恐怕就是一个憨事 感谢郑锦州大队长捐赠善举 能在突发状况时发挥及时救人的功效 打炸基隆队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导 来自香港秀明小学的师生一到达校园就感受到暖西国小师生浓厚的人情味 这次两校进行阅读之旅的交流 暖西国小派出学生担任导览员 引导秀明小学的师生参观藏书丰富的暖西图书馆 香港秀明小学的同学大家好 这里就是我们暖西国小的图书馆 我们学校正在办理新书特展 这一次学校总共买进了200多本的新书 那么转秀为一个月 我们今天就以这个主题来进行交流 今年是我们第三次用阅读的主题到台湾交流 因为我们觉得台湾的图书绘本的教学 还有它的创作也很好也很棒 我们在学校我们的学校也很注重绘本的教学 从一到六零级我们都会有绘本加入我们的课程 那他们是六零级了已经可以走出香港 我们三他们开展连接所以我们选了台湾三年都是来台湾去让他们感受阅读的文化 那当然我们就是要介绍我们台湾的特色 所以这一次我们就以我们的新书展来做一个交流的项目 那我们就区分成比如说第一个AI方面的书 因为这个是一个现在当红的话题 那最后我们还会分享一个新书推荐单 因为我们学校这次配合新书特展有请这个一到六年级的学生都有做新书推荐单的部分 因为刚好暖系国小呢接任金融市阅读教育资源中心的一个任务 那我们在玉山黄金图书馆这个地方呢有非常丰富的馆藏 而且最近呢新书特展那刚好也可以让呢香港来的孩子们呢 可以看到国内出版业的一个蓬勃发展 两校以阅读之旅为主题充分进行交流之外 接着也在暖系棒球队学生的指导下进行棒球出体验 觉得挺好的我第一次玩的时候有点紧张就有可能会打错什么的 就所有就不敢用力这么打 那这次来这个暖系国小参访有没有心情上觉得怎么样 觉得挺好的因为我觉得这间这间学校给人感觉挺好的 他们很开朗就可以好轻松的交朋友 因为我是不太会善于狡猾的嘛 很开心 因为这里很多特色都不一样 那暖系目前呢希望说呈现的是我们的一些特色 比如说我们的软式乐园 我们的宇球队以及棒球队 那都会让这些孩子呢有体验的机会 另外安排呢这些孩子进到高年级的班上 跟着孩子一起学习上一节课 那希望说他们这一次的那个阅读之旅呢能够丰收 透过各种动静态活动 两校师生进行深度的互动交流 也让来自香港秀明小学的师生 对于暖西国小的校园特色 及基隆浓厚的人情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观赏儿童剧对小朋友来说是一段欢乐的时光 如果儿童剧团团长赵自强分享 目前会朝向更加有互动性的儿童剧 相关活动来规划发展加深亲子间的互动 基隆市政府特别规划了三天的大班幼儿剧场出体验 受到小朋友跟家长的欢迎 这次担任演出的如果儿童剧团 规划了许多互动性的表演 剧中小恐龙的玩偶和小朋友快乐互动 而针对儿童剧未来的发展趋势 如果儿童剧团的团长赵志强也特别提出他的观点 儿童剧其实变化很多了 那做得越久才发觉可以做的事情更多 其实有的时候儿童剧不只是我们传统的 坐在观众席去欣赏而已 他还可以小朋友需要互动 小朋友才会有成就感 才会觉得投入到这个戏里面 甚至现在还有在看戏前看戏后 看戏前你可以DIY手做一些互动的一些道具 什么通关密码通关道具 这时候跟台上互动的时候 你还有你自己做的东西 这样的话小朋友手脑合一 手脑并用 那这样儿童剧的投入感更不一样 然后结束之后跟爸爸妈妈的讨论 再融入比较灵活的不是学习单 但是他精神有点像学习单 就是爸爸妈妈互动那些题目 然后还有抽奖 那这样的话爸爸妈妈也会投入 我发现还可以领个奖品回去 那我来跟孩子聊一聊 而不是说你看你看 爸爸妈妈买票 妈妈妈带你来看 你看看我睡觉 这样的话没有互动 其实互动不是只是孩子们观众 小观众跟台上的演员互动 其实最重要的互动是亲子间的互动 儿童剧变成一个媒介 变成一个话题 让亲子可以讨论说 你有玩具你愿意分享吗 从儿童剧延伸出相关的系列活动 相信可以带给小朋友 更多的生活知识跟体验 也能加深亲子间的亲密互动 同步提升艺术跟人文的素质 记者黄文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5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8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期